聖誓法團隊 然後這個是NG他昨天 應該昨天把他做的那個主視覺的圖片 就是我們已經在那個SNS上徵稿了 所以就是歡迎大家就是 如果有端講、表演、工作方、專案小遊戲 想要來我們的十週年聖誓法上 就是讓大家一起來參與的話 都歡迎大家來投稿 好 那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我們上一次有提案就是 在G0B協作了這麼久有沒有想過來協作一個派對 那我們今天就是延續上一次我們提案的內容 然後讓大家繼續來協作這樣子一個派對 那我們目前進度已經有更新了 就是我們其實已經把 展覽的部分的內容大概都做好 那現在要做的就是主舞台 還有活動空間的議程 然後我們的場地跟資訊都確認好了 像是我們在12月23號的舉辦 然後那一天剛好是大宋後一天 所以就歡迎大家參加完大宋之後 來社創中心跟我們一起參加派對 然後我們時間是11點到5點 所以就是會有午餐跟點心這樣 大家一起來吃吃喝喝 然後我們也會希望大家一起來徵稿 來參與我們的徵稿 然後包括我們有開放工作方便 提供場地讓大家來玩 然後我們也會有主舞台的一個表演空間 然後也會有主舞台的一個短講空間 然後最重要的是我們在整個場地裡面 都會設計一個跟專案協作的那個 跟專案合作的一個闖關遊戲 好 那我們場地規劃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就是用社創中心一樓的這個主舞台 還有旁邊的教室 然後那個舞台大概就長那個樣子 可以忽略一下上面的Q版糖縫 然後我們已經做了一個入口的網站 因為我們要hold那個 就是我們闖關遊戲的東西 所以我們有做一個就是網站 然後這個網站 感謝Kirby幫我們做好這個網站 然後上面會有很多東西 所以就是歡迎大家一起來做 然後我們也會有一個闖關遊戲 這個闖關遊戲是DDIO做的 就是然後我負責幫他協助一些事情 然後其實就是希望讓大家可以 就是如果專案裡面有想要 讓參與者進行一些小小貢獻 譬如說像是大家來找廠 This Factory 他們希望讓大家一起來 辨識那個工廠的航拍圖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歡迎大家 就是把你們的網址 你們來那個投那個表單 然後把你們的網址掛上來 我們就會幫你連結到 就是我們的網站上面 對 然後GTV Fun Fact 歡迎大家來提案Fun Fact 任何有趣的社群機師 都實在被留下來 譬如說你們知道 最危險的黑客松舉辦了兩次嗎 然後這邊其實有總計出 蠻多有趣的Fun Fact 然後昨天其實我們在 從前哈拉的時候 也有討論到一些 就是Ronnie等一下要做的 成就者會張中 找到一些有趣的Fun Fact 像是大家知道 就是哲偉已經在那個 Slick Channel 上 用了八千次的Emoji嗎 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像這個時間軸 就是我們想要蒐集 就是大家十年來累積的東西 然後讓大家用虛擬跟實體的方式 標示自己在時間軸上的坐標 那就是這邊可以找QR Code 然後讓大家一起來 參考相關的影片 然後還有參考你的資料這樣子 好 然後 然後最後是我們Open Code 我們Call短講 Call表演 Call工作坊 歡迎大家就是掃描上面的QR Code 然後一起來投稿 那如果沒辦法掃描QR Code 那也沒關係 就是直接上我們的 就是那個 提案列表上都會有我們的PTT PBT 然後PTT的話 上面就會有那個連結 這樣子 好 那我們歡迎大家 加貢獻來想法和行動 加入討論 還有我們真人真設計師 好 那最後是最重要的紀念品投票 就是歡迎大家一起來投票 投十週年生日趴的紀念品 好 感謝大家 這是十週年生日趴 好 十週年生日趴有非常多的QR Code 可以掃 所以在那個 Cag folder 就是那個活動共筆上面 可以找到他們投影片 就可以一個一個去把它點開來看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請Ronnie做他的提案 然後我這邊